日前新城鄉長和禮台前往奧運舉重金牌教練林靜仁的老家貼上紅綁住客 8月20號下午林靜仁教練也前往新城鄉公所拜會了鄉長和禮台 鄉長除了恭賀林教練諸外也表示這根本就是新城鄉之光 因此鄉公所開始要在林靜仁的老家設置打卡景點 讓大家可以看到新城鄉的榮耀 奧運金牌教練林靜仁在新城鄉代表林國城陪同之下 20號下午前往新城鄉公所拜會鄉長和禮台 並且感謝鄉長和禮台在他的老家貼上紅綁來分享他的榮耀 鄉長和禮台鄉能肯定林靜仁的努力 在奧運地坛上為台灣爭光也為新城鄉打響知名度 願意來行銷我們新城鄉 然後呢也特別感謝我們新城鄉 鄉長和禮台 這麼重視這個教練他們辛勞的付出 願意用這樣子的一個故事來行銷我們新城鄉 來鼓勵這些學子們 我們特別感謝新城鄉長和禮台 新城鄉發了一些這個地方 看到我們自己的子弟在外面這樣子民洋史 我們都感到非常非常高興 謝謝謝謝 所以今天奧運金牌教練 林總教練念印回鄉之後來到公所來 意味著什麼 他對這個故鄉 對這塊土地是非常熱愛的 對 今天特別到鄉長這邊來 你是不是說他來看了整個新城鄉的鄉親 所以我也要代表新城鄉的鄉親 要感謝 希望通過你這樣一個教練的一個技能 繼續替我們台灣來爭取更高的更好的一個成績 非常漂亮 新城鄉 鄉公所以及整個新城鄉熱情洋溢的 又加上我同學這樣很不遺餘力的能夠介紹我 這樣把我說得這麼好 然後因為這一片土地呢 從小非常的熟悉 就特別有溫度 然後聞著這一個空氣特別香甜 其實我們新城鄉真的是人才積極啊 真的是地靈人節 然後有很多的人才在全台灣 然後各行各業都能夠秉持著家鄉的精神 能夠把它發揮出來 然後進而在世界上能夠獲得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 鄉長合理的和金牌教練林靜人會堂當中 得知鄉親內有許多優秀的運動選手和教練 不過對於林靜人的努力 他是相當的肯定 鄉公所農業觀光客也積極策劃在他老家新城村 來設置打卡景點 不僅分享他的榮耀 也為敵方注入一股活力 記得請問 新城鄉不到